- 只要是瓶酒會 - 泡泡茶給你4加1 - 對 - 5加1茶 - 如果你來參加好總間的 - 最多的12時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- 就是當你來的時候 - 你要在這麼短的... 嗨 謝謝你收看好總間相談 - 我是David - 還有我是柏珊 - 今天我們有一位... - 人顧問 - 有特別的 - 廖安寧老師然後人顧問 Alice老師來到我們當中 - 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論文要請Alice老師 - 因為我發現我們其實最近有的時候 - 喝酒喝了越來越多 - 首先謝謝你來參加節目 - 那想要請您再一次的 -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的同好要入門 - 請您來今天教大家 - 入門的時候威士忌該怎麼喝 - 然後呢4枝 - 請老師選4枝 - 他建議大家可以 - 用它來認識威士忌的4枝入門的威士忌 - 好 - OK - 沒有入門比較難講 - 是因為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喝威士忌就是就入門了 - 對 喝了就入門了 - 就入門了 - 不要想太多 - 寶貝的就入門了 - 就入門了 - 對 - 好 所以 - 那就開始囉 - OK 好 - 我們現在選了一些威士忌 - 其實就是 - 對不起啦 - 是我看到架上 - 我想喝的 -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把它做一些分類 - 譬如說用桶啊 - 是 - 那我們常常說 - 我們今天是只針對單一賣威士忌嗎 - 對 今天是主要單一賣威士忌 - 針對單一賣威士忌 -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這個點很有趣 - 大家在想要入門就是何彈一賣 - 好像我們都沒有感到調和 - 也沒有撥本 - 我如果篇幅有限 - 我有一個蠻重要的論點 - 給你看 - 好 - 好 - 我常常在講餐酒會 - 不好意思 - 我常常有接一些通稿 - 我們叫通稿 - 各種品牌餐酒會 - 我蠻常跟大家溝通的概念就是 - 其實我們是台灣人 - 是品位的富二代 - 是 - 甚至富三代 - 那我們自己有熟讀一些歷史 - 就知道品位這種東西 - 不是你忽然有一年 - 你的富職輩變爆發戶 - 他就忽然有品位 - 大概累積到你才有品位 - 所以有些富人他的品位 - 又上海的什麼人啊 - 他可能是貴族他都延伸過來的 - 對 - 那我們大概已經進入品位 - 富二代和富三代 - 是 -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- 我們大概是在 - 民國七十幾年嘛 - 七十幾年 - 八十一年有園區啊 - 有那個中小企業開始 - 台灣經濟起來 - 台灣經濟起來 - 台灣很好玩 - 吃飯也要喝酒 - 應酬更要喝酒 - 那個時候就開始喝了乾液 - 那當然沒有問題 - 一開始的烈酒 - 最重要的事情是 - 烈酒一開始 - 其實在喝酒的歷程 - 像我們大家喜歡拿這個 - 假掰的杯子存飲 - 對 - 這是已經進階了 - 那其實我們在回想 - 可能你們也有經歷過啦 - 假掰 - 可能的富職輩 - 一開始我們在喝酒的時候 - 可能是當然不是拿那麼大的杯子 - 是 是 是 - 加水 - 加可樂 - 加綠茶 - 對 - 第一階段 - 烈酒跟不同的液體 - 綜合起來喝酒 - 是 - 讓它更香損 - 火爐好 - 這是烈酒的第一個階段 - OK - 那烈酒發展的第二階段 - 搭餐啊 - 這是你平常最常 - 你每天一定有三餐嘛 - 那晚餐中餐可能有應酬 - 或者是開心的時候 - 你就會搭餐 - 第二階段 - 烈酒 - 與食物 - 那我們現在會開始 - 拿這麼假掰的 - 譬如說你加冰塊 - 你不會用這個杯子嘛 - 你去吃飯 - 也不會拿這個杯子嘛 - 我們現在拿這個杯子 - 就是要存飲 - 你已經開始在研究 - 烈酒 - 只有烈酒了 - 是是是是 - 第一階段跟水 - 因為要香水好了嗎 - 第二階段要搭餐 - 吃飯就送 - 第三 - 好好的研究 - 所以我們先不交 - 所以我就不管你加水 - 加水加可樂加那個 - 但是威士忌其實我們 - 剛才也跟郝總監在聊 - 就是說 - 其實威士忌是一個 - 為什麼台灣人喜歡威士忌 - 其實就是有DNA的延續 - DNA的延續 -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- 我們三個比較年輕 - 可能沒有看過一些 - 蘇格蘭老的戰爭電影 - 譬如說梅爾吉波 - 你有看過 - 那你年紀比較大 - 我也是聽說過這部電影 - 就蘇格蘭人是很豪邁的 - 作戰的時候擒著面 - 很兇悍 - 很豪邁 - 內褲可能都忘了穿 - 穿個裙子就上場作戰 - 其實這個DNA跟台灣喝酒 - 我們台灣人也是很豪邁 - 所以某種程度 - 我們在談喝單一賣威士忌的時候 - 如果你跟我談喝酒 - 不好意思給我一杯酒 - 我就給他乾杯了 - 乾杯了 - 就是喝酒 - 喝酒是很輕鬆的 - 你不一定要用這個悲劇 - 用這個悲劇 - 都可以 - 用這個都可以 - 你要加冰塊 - 加綠茶 - 加可樂 - 都可以 - 隨便你要什麼 - 這是喝酒 - 但只是說我們今天 - 要拿出這麼假掰的杯子出來 - 要天地人的時候 - 就是要品酒 - 是 - 所以大概我們先分類一下 - 喝酒很開心的 - 你想怎麼喝酒這麼喝 - 所以我們這個不是叫喝酒 - 我們現在要來教大家怎麼品酒 - 對 - 所以你不要就是我們今天講那麼假掰 - 你們說喝酒幹嘛這麼辛苦 - 我們平常試試試喝酒 - 我們試試試喝酒 - 我們試試試喝酒也是這樣子 - 剝本調性的齁 - 是 - 其實我也有一個 - 格蘭冠的這個沒有免分 - 我學威士忌有一個比較魔道的事情齁 - 就是個人 - 我們今天談的第一部分就是 - 個人學威士忌 - 第一個做法學威士忌的方式 - 第二個部分就是 - 街掰平衡威士忌 - 一群人學威士忌 - 威士忌這個事情是你一個人學齁 - 有功利的門檻 - 除非你超級有錢 - 你超級有閒 - 不然你有功利的門檻 - 是 - 再來我們可能就 - 皓總經理可以問我一些問題 - 我們討論一下 - 好 OK - 如果我們從 - 喝酒 - 因為來趕快喝酒 - 這樣甜蜜也是這樣來上課 - 先把大剛跟我們說了 - 是 喝酒一下齁 - 我們第一個我們就看到有 - 我們先看 - 其實威士忌很好玩齁 - 是 - 我要跟你講 - 很多不同的酒廠 - 製程怎麼樣齁 - 是 - 都講天花亂墜 - 然後書也有 - 網路也有都可以查 - 很複雜有沒有 -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- 你還記不記得 - 你們每次去參加人家的品酒會 - 每個品牌大使都跟你們講 - 各個品牌大使跟你們講 - 香木桶對威士忌的影響 - 佔六成 - 為什麼品牌 - 佔六成 - 有些人跟人講 - 香木剛準 - 我們這個酒 - 香木桶給威士忌的影響 - 可能佔八成 - 應該是模仿 - 大概就是六成到八成 - 所以有一個比較 - 磨到歪理的想法 - 蠻好玩的就是 - 如果我喝懂香木桶 - 我是不是已經懂 - 單一賣威士忌的六成到八成 -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式 - 但是我們拿到一支酒 - 先從桶開始喝 - 好 我們第一個先撥本桶 - 好 撥本桶 - 在蘇格蘭威士忌 - 現在整個產業用量最大的 - 就是撥本桶 - 因為這個篇幅有限 -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撥本威士忌 - 有很多桶子 - 它只用一次 - 也有夠浪費 - 那就蘇格蘭比較節儉 - 來來來來 - 是是是 - 再來我們蘇格蘭做威士忌 - 又不太喜歡桶味 - 又不太喜歡桶味那麼重 - 又不太喜歡桶味那麼重 - 要保留舊桶 - 所以撥本桶來來 - 多多益善來 - 那 - 格蘭罐大家都說是 - 撥本桶教科書 - 我們就來選一個 - 格蘭罐來喝喝看 - Major Reserve - 它不要覺得這個酒便宜 - 這個酒應該是意大利賣最好的酒 - 是 意大利賣最好的單一賣 - 譬如說是 - 好香 - 覺得跟你在一起喝比較香 - 也不錯 - 今天有堅果味 - 今天除了花果香以外 - 那個堅果味蠻不顯的 - 對 - 喔那個堅果味 - 其實撥本桶的威士忌 - 會有一些很多夏日的果香 - 是 - 再來是椰子味 - 今天它的花香味 - 也是表現得非常好的 - 花香跟花生 - 奇怪 雙花 謝謝 - 欸你們有喝到花生嗎 - 我還沒有 - 堅果堅果堅果 - 包覆冷漸脫期我覺得很 - 是 - 不行我一定要說花生 - 因為花香跟花生送花 - 沒有來看一下 - 花花酒 - 喝酒的樂趣 - 大家喝到你想喝 - 你聞到你想聞到 - 來來來來喝一個喝 - 就是好 - 所以老師你在喝的時候 - 也要跟我們講說 - 到底一個人要怎麼喝 - 一個人啊 - 對啊 - 好 - 這個很重要 - 既然拿了這麼 - 假掰的杯子 - 當然這個假掰的杯子 - 你說假掰是因為上面印協會的logo - 不是 - 我教你們這個形狀 - 要這樣 - 我記得這次我上禮的瓶酒園 - 你講要這樣拿 - 然後要這樣拿 - 是這樣子 - 好那我們就重新來run一下 - 你自己在講 - 不會太長了 - 你在剪掉 - 正常的一個平隱的一個結構 - 一個順序是文香 - 文香 - 對不起 - 觀色 - 先看顏色 - 文香 - 平隱 - 平隱 - 微韻 - 所以我們拿到一隻酒以後 - 不過我其實不太觀色 - 因為猴急 - 不過觀色還是很重要 - 因為我們拿到一個杯子 - 這個杯子 - 記得這個杯子 - 絕對不是這樣拿 - 是 - 絕對也盡量不要這樣拿 - 當然你這樣拿也可以 - 這樣拿也可以 - 這樣拿 - 不管怎麼單手 - 但是我教你們 - 既然他都做出 - 這麼假掰的杯子了 - 麻煩示範一下 - 你的這個姿勢很好看 - 一個食指 - 一個大拇指 - 大拇指 - 好 - 就這樣拿著杯子 - 這樣拿著杯子 - 記得 - 好 再來 - 不要直直的 - 好 這樣不帥 - 記得我們當兵的時候 - 吃飯教我們什麼 - 要以碗救口 - 不是以人去救碗 - 好 - 所以你這個杯子一定要拿得比較輕鬆一點 - 好 輕鬆一點 - 所以你這樣直直就是很拘勤嘛 - 你把它45度 - 對 - 然後放在 - 記得不要放在滴滴的喔 - 不要這樣過去喔 - 你要放在你的肩膀上面 - 好 這樣子 - 好 觀眾可以幫我們三個拍照 - 上傳Facebook跟IG的IG - 年輕的IG - 耍了一個帥氣的姿勢以後 - 當然沒有啦 - 我們要做這個45度 - 是是是是 - 因為文先生要把它分層次 - 分層次了 - 還有一個點 - 你們有沒有看吳宇森的電影 - 有 吳宇森的電影 - 專武 - 對吳宇森的電影 - 你有沒有發現 - 明明我們以前當兵的時候 - 打槍 打手槍告訴我們要拿好 - 直直的打好才會打好 - 那你後來我們出社會看電影 - 你會發現 - 沒有 所有人全部都是這樣拿槍的 - 對 - 因為這樣比較帥 - 對 所以記得你拿杯子的時候不要直直的拿 - 一定是往前往右45度 - 你可以內縮 - 你可以往外 - 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- 如果你的手指漂亮 - 是 - 你可以把它展開 - 如果手指跟我一樣比較短 - 中了肺炎少了4公分 - 你可以 - 你就可以把它比較帥氣一點 - 把它展開 - 是是 展開 - 這個示範最好的我有一個學長 - 叫陳生化老師 - 他手指非常漂亮 - 是是是 - 但我也比較短就把它收起來 - 是是是 - 記得拿的時候不要拘束 - 要拘束 - 你拿旁邊會有一點拘束 - 我拿中間 - 好 中間 - 有沒有發生中間的東西 - 有有有 - 好 那麼假掰其實 - 請問還有學問連拿杯子都講了5分鐘了 - 這其實蠻唬爛的 - 好啦不是啦 - 重點是你要讓它45度 - 記得喔 - 拿這個假掰的杯子 - 你不要給它表面張力 - 好 - 之所以這個杯子裡面都會設計 - 不管你有角或沒角 - 都會有一個圓形 - 就是因為你要倒在這個杯子裡面 - 你只要倒在圓形的一半以下 - 這個可以倒 - 倒到圓形的一半以下 - 你上面的半圓形要聚箱 - 然後杯子收斂 - 然後分層式 - 所以剛才那麼耍帥 - 耍那麼多45度角 - 其實是因為 - 你看嘛 - 我把一個杯子變成45度角 - 這裡是不是比較遠 - 對 - 這裡是不是比較近 - 中間是不是中間 - 那威士忌有 - 數百種的那種什麼芳香分子 - 研究所有的芳香分子 - 那比較輕盈的當然在這裡 - 比較輕盈有什麼花香 - 比較中間的當然就在中間 - 比較厚實的當然就在中間 - 上面可能就花香 - 中間可能就蜂蜜 - 下面可能是有桶味 - 不只是有泥美泥美 - 所以藉由這個方式 - 不是要你去聞到每一個層次的味道 - 而是我們現在的啤酒會都很變態 - 你上次辦的啤酒會幾支酒 - 你的那一場是不是八支 - 八支 對不對 - 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喝 - 以前的啤酒會就三支 - 三支你隨便喝的都好 - 不用分層 - 那現在是因為台灣人喝啤酒會 - 太專一 - 會發現你去參加的啤酒會 - 除了自由博集參酒會以外 - 只要是啤酒會 - 通常給你四加一 - 五加一 - 至少 - 如果你來參加好總監的 - 可能最多十二支 - 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- 就是當你來的時候 - 那重點是 - 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- 我們又不是來學酒這樣 - 我們是來學品酒的 - 是 - 你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- 去認識這些酒 - 對 - 你喜不喜歡 - 對 - 這是你喜歡的 - 這是你不喜歡的 - 這是他喜歡的 - 那你就要把它解構 - OK - 所以講那麼多 - 除了爽爽以外 - 就是解構 -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 - 我們來看一下 - 我們試著秀文 - 它的上層中的下層 - 你看有什麼感覺 - 上面就很花啊 - 還有一點柑橘 - 果肉 - 然後在中間 - 我們剛才提到的 - 堅果 - 堅果類 - 就在中間還帶點蜂蜜 - 比較厚重 - 那在底層 - 底層焦糖 - 對 剛好清中重 - 抱歉我問一下 - 我們的這個 - 風味的這個 - 風味專家 - 風味專家 - 風味專家 - 就是老師教的這個方式 - 真的有聞到不同味道嗎 - 還是只是也是爽帥 - 真的嗎 - 真的有爽帥 - 還真的有爽帥 - 你說的真的是有爽帥嗎 - 重要啦 - 重點 - 有差別 - 重點是你要可以分開來 - 因為你接下來品酒會可能好多汁酒 - 那好多汁酒 - 這個有點像預告片 - 你就看電影 - 你就看預告片 - 上中下 - 預告怎麼演 - 等一下這樣子的邏輯思維很棒 - 很棒喔 OK - 能夠很清楚的知道說 - 哪一層你喜歡的黃味 - 你聞到什麼味道 - 你就聞那裡就好了 - 對 - 如果大家覺得太麻煩 - 兩層就好 - OK - 因為我只是要認識它 - 我又不知道背味道 - 是是是 - 如果大家覺得麻煩 - 兩層就好 - 因為你就輕重 - 如果你覺得OK啦 - 就輕重重 - 感受一下這部電影 - 等一下要演什麼東西 - 好 講那麼多 - 要喝嘛 - 對了 - 為什麼威士忌品酒要聞香 - 因為我們人能夠聞的 - 辨識出來的味道 - 比喝得多 - 這是一個 - OK 好 - 再來是如果你不聞香 - 你這麼痛苦咧 - 下次大家 - 你有沒有成績 - 下次如果你的鼻塞很嚴重的時候 - 萊盒威士忌 - 會幫你崩一下 - 你會發現 - 你那個威士忌大概只有口感的厚薄 - 什麼味道都沒有 - 對 - 你在聞香的時候 - 鼻後 - 是有跟口感跟味覺 - 鼻後 - 是有做連結 - 就像一個看一個 - 其實我很喜歡把聞香當預告片 - 那你大概知道等一下怎麼演 - 講那麼多 - 有時候具體跟你想像是不一樣的 - 也有 - 但是大部分的蘇格蘭威士忌 - 大概會是一樣 - 一樣的 - OK 好 - 講好有三個蜘蛛人 - 上面都有 - 上中下都有蜘蛛人 - 等一下就三個蜘蛛人 - OK - 大概會不會出現鋼鐵 - 大概是這樣的波及 - 好啦開玩笑了 - 好 再來喝酒囉 - 要喝酒囉 - 已經聞香了 已經解夠囉 - 大概知道它的邏輯了 - 喝酒我建議大家 - 分兩次喝 - 上次Mofi是分三次嘛 - 我比較簡單 - 分兩次 - 第一次第一口 - 小小口 - 很快吞下去 - 感受這支威士忌要給你的 - 原始純粹的東西是什麼 - 是蜂蜜甜 - 還是奶油甜 - 我們來喝喝看 - 很快的喝下去這樣 - OK - 奶油甜 - 有點礦石 - 很快喝下去 - 好 - 第一口小口 - 感受它 - 因為很快喝下去 - 跟大口喝下去 - 比較容易回甘 - 記得 - 很多酒的尾韻 - 你覺得尾韻不夠 - 是你喝太小口 - 或是喝太慢 - OK - 那你要喝快一點 - 你當然不能大口 - 傷死到 - 所以小口喝一下 - 感受它純粹 - 第二口 - 我們做了這麼多動作 - 最期待的就是 - 大口喝 - 今天就來大口喝 - 不要馬上吞下去了 - 來一下 - 好 - 欸是不是整個進去 - 奶油比較多 - 礦石的感覺 - 欸它這是很礦石 - 礦石的感覺 - 堅果的感覺 - 再來一口 - 欸欸欸 - 我覺得跟老師一起喝酒 - 真的是能夠把那個風味 - 又更深刻了 - 奶油也比較多 - 奶油也比較多 - 水果焦糖奶油 - 水果糖的感覺 - 我要再倒一杯 - 倒一杯 - 好 - 觀色聞香品飲嘛 - 維韻是什麼 - 維韻就是我們在講話 - 散發出來的味道 - 是 - 但是你也可以 - 強迫它出來 - 譬如說我示範一下 - 強迫這個維韻 - 喝下去以後嘴巴閉著 - 鼻子呼吸 - 嗯 - 堅果礦石摩卡咖啡的味道從這邊出來 - 類似摩卡咖啡的味道從這邊出來 - 類似摩卡咖啡的味道從這邊出來 - 好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 - 但是我通常沒有那麼給拍啦 - 我通常就是 - 我的尾韻就是 - 喝完就一邊聊天 - 感受它那個風味這樣子 - 這樣子 - 不過老師你知道 - 當你這樣子講很棒 - 你們兩位都風味大師 - 都可以講得出來 - 我常常其實有的時候 - 在碰到很多在看頻道的同學們 - 都會跟我講說 - 我喝我都喝不出味道啊 - 你們講那麼多味道我都喝不出來 - 是不是 - 三針是確診嗎 - 對啊 - 可以才... - 你們好壞喔 - 我要跟大家提到一個事情 - 壞人 - 你提到一個重點 - 壞人 - 我們剛才在聞香上針中間下針 - 所以你剛才這樣 - 他被...他教...他學壞了 - 沒有 現在好像打三針不會確診 - 我比較不擔心聞不到味道 - 我這又不是那個 - 我比較擔心短四公分 - 你的節目可以開車嗎 - 哈哈哈 - 老師你上車了 - 好啦 - 好啦 - 這個好玩的就是 - 因為我們比較常在品飲嘛 - 那大概也會討論一些風味 - 這分兩個階段來談這個事 - 第一 - 你分層齁 - 不是要讓你喝到上層有幾個味道 - 中層幾個味道 - 下層幾個味道 - 分類還要寫得很清楚 - 這是夏天的草莓 - 不需要 - 我們只是你要來參加品酒會 - 或者你在家品很多酒的時候 - 知道你喜歡不喜歡 - 你總是可以分得出來 - 這個味道是你喜歡 - 你喜歡不喜歡 - 這個可以 - 你講不出來 - 你跟你的記憶沒有連結 - 沒有關係啊 - 你還是可以對這支酒 - 我要喜歡這個味道 - 對 - 這個味道好像是花香 - 不知道我管它了 - 我又不像Alice要講課要虎爛 - 你又可能不需要 - 滿香的 - 所以分層跟前後 - 是OK的 - 是OK的 - 你不需要像我們要講 - 大師都真的會講 - 聞到十種味道 - 喝到六種口感 - 不需要 - 是是是 - 所以我不相信 - 你自己在品飲的時候 - 層次分不出來 - 不可能聞不到味道 - 不然你喝酒幹嘛 - 如果你真的聞不到味道 - 來 退回原來的 - 退回搭餐喝酒 - 跟加水喝酒 - 對 我覺得可以 - 所以這是一個事情 - 再來 - 我們會講這些風味 - 其實是有一些訓練 - 我建議大家如果想要 - 瞭解這些風味 - 而且有時候比較麻煩是 - 我的黑觸力 - 可能跟你的草莓有點像 - 對 - 大家在形容一個味道 - 會講類似的 - 就像你們剛才講 - 堅果跟花生 - 是 - 就是這樣邏輯 - 所以大家可以在喝的時候 - 你可以上網 - 譬如說你看 - 威士忌飯的那個拼音筆記 - 或者是你看很多的 - 像這些酒它都有官方的網站的拼音筆記 - 你可以先喝再對照 - 先喝再對照 - 第一個這叫獨樂樂 - 獨樂樂就是在家裡先喝對照 - 先喝對照 - 網路查資料很容易 - 書也有 - 你可以獨樂樂 - 你可以助製練功 - 再進階一點 - 就是拿你喜歡喝的酒 - 跟郝總監 - 跟伯章一起討論 - 像我的花生 - 是它的堅果 - 沒有對與錯 - 只是記憶的國際 - 記憶的國際 - 也可能會是這樣子 - 是 - 所以記得 - 沒有一定要讓你聞到什麼味道 - 是 - 你只要可以判斷解構 - 這個酒怎麼演 - 你喜不喜歡就好 - 而且味道也沒有標準答案 - 是 再來 - 你想要了解 - 慢慢的了解 - 你就一邊喝一邊看網頁 - 一邊喝一邊跟朋友討論 - 這樣就可以了 - 這是獨樂樂的部分 - OK - 好 -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二支酒 - 好 - 那我們剛才的撥粉筒都很喜歡 - 記得我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- 最容易認識一支威士忌 - 就是它的筒的成分 - 對 - 筆字很容易 - 筆字很容易 - 因為OK的嘛 - 接下來我們剛才喝了撥粉筒 - 現在要喝雪莉筒 - 麥卡龍 - OK - Double casker 200% -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是單一賣 - 威士忌比價單價稍 - 因為它不是一千塊的酒 - 是 - 它好像是四大一千四 - 是是是 - 大家可能卻不是入文 - 但是請注意喔 - 如果你是華人世界 - 你一定要喝麥卡龍 - 一定要知道 - 單一賣威士忌這麼瘋 - 這麼熱 - 大概是在2005開始的人研究 - 2010開始普及品飲 - 2015年開始 - 大家開始在投資啊 - 深度品飲啊 - IB裝潼 - 但是 - 退回來台灣 - 這個單一賣威士忌的起點 - 大家最開始喝的是什麼酒 - 是麥卡龍 - 對 - 我還記得我昨天又在那邊偷看那個 - 我記得那部片子 -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知道 - 痞子英雄 - 2009年的 - 英文叫什麼 - 痞子英雄 - 痞子英雄就是那個台灣的連續劇 - 你知道了就不知道 - 你們都不知道 - 那個什麼 - 什麼魚演的嗎 - 那個那個那個 - 周愚明跟那個 - 周愚明跟那個 - 趙又廷演的 - 然後他們兩個是演警察要 - 重點的 - 重點不是 - 重點是他們去把妹的時候 - 桌上放賣卡 - 所以在我們 - 在2010年之前 - 很紅之前 - 這部片就是2009年 - 其實單一麥亞威士忌某種程度 - 它 - 幫助台灣人 - 把單一麥亞威士忌喝起來 - 那它也是第一個紅的 - 單一麥亞威士忌品牌 - 所以 - 那它又是以雪莉桶為主 - 那我們波本喝完 - 就來喝麥卡倫雪莉 - 那目前它主打的是這個 - 雙雪莉桶 - 就是雙雪莉桶 - 那雙雪莉桶不是波本過雪莉油 - 它是美國白橡木雪莉桶 - 對 - 再加上歐洲橡木雪莉桶 - 都是雪莉桶 - 是雪莉桶 - 木頭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- 那美國白橡木雪莉桶 - 可能比較輕盈 - 可能比較台北糖 - 歐洲橡木雪莉桶 - 可能比較葡萄乾 - 拉拉在一起 - 喝喝看 - 喝喝看 - 來來來來來來 - 記得杯雕拿好 - 來來來來來來來 - 沒有啦沒有啦 - 開玩笑的 - 我們現在又沒有人幫我們拍照 - 上傳IG - 其實這個很好玩 - 這個酒廠 - 它的木質調 - 就是有那種華麗的 - 其實這個盲飲如果都出麥卡倫 - 一定可以得高分 - 但是因為麥卡倫貴 - 可能不會出 - 對 它就是有它獨特的木質料 - 牛奶糖 - 泰菲糖 - 然後往下走開始走 - 柑橘辛香料 - 有沒有 - 柑橘辛香料 - 最下面有巧克力 - 嗯 - 奇怪我今天都會聞到礦石的感 - 蠻好的 - 所以這個層次 - 你怎麼看 - 這個層次 - 按照這個層次就有了 - 三層就可以分了 - 喔對了 - 對了 剛才講說 - 三層你覺得煩 - 你可以分兩層 - 但是如果你像頭蚊之地的那個 - 頭蚊之地那個上坡那個 - 踩油門還可以分好幾段的 - 你的味覺可以分好幾段比較靈敏 - 你可以分五層喔 - 啊你家的是 - 就這樣子 - 它沒有問題的 - 開心就好 - 開心就好 - 那所以剛才有講到說 - 一開始是自己喝 - 那接下來呢 - 除了自己喝之外 - 還有什麼喝法 - 自己喝是這樣子喔 - 自己喝其實 - 喝酒這件事可以是 - 個人比較私密的 - 因為喝酒的場合 - 除了我們 - 如果是瓶飲 - 通常你會拿這個杯子出來喔 - 不是瓶酒會 - 如果在家裡就是私人嘛 - 對 - 自己喝 - 你可以看書查資料 - 可以上網查資料 - 現在網路啊 書啊 - 都OK 都有的 - 那推薦的一些書 - 譬如說你可以看 - 我建議 - 喜歡單一賣威士忌的人喔 - 第一本書看林一峰老師的 - 十二個使徒 - 十二個使徒 - 十二個使徒 - 因為林一峰老師的十二個使徒 - 舉例來講喔 - 好幾本書我都看過 - 要講二點八螢幕或二點八螢幕 - 只有林一峰老師的本書我看得懂 - 所以它是有很 - 普羅大眾 - 可以看得懂的封份 - 來跟你分享 - 威士忌的製程 - 這是一個 - 再來 - 他在談威士忌的時候 - 是用生活的角度來談威士忌 - 第一本書不要看那麼累的書 - 進入生活 - 進入品隱會比較好 - 所以第一本書我建議你看 - 林一峰老師的舍死徒 - 開始的話你會比較重要的話 - 你可以看那個 - 最近有書的威士忌升級 - 對 - 那威士忌升級是每個酒廠 - 你今天喝到麥卡倫看一下麥卡倫 - 可以看那一遍 - 這個很棒 - 然後你覺得這些資料都不夠 - 你想要開始了解更多深入的製程的話 - 你可以看威士忌學 - 邱德夫老師的威士忌學 - 反而最近很紅的什麼101支 - 要介紹你喝很多的 - 我覺得那就算了 - 因為酒一支出 - 你的101支不是為101支 - 最近還有再版再出來 - 對 - 而且現在101支不夠 - 我們要人生必喝的1000支 - 現在酒一支 - 是不是 - 退回來 - 不要講一下壞話 - 退回來 - 就是記得Steven老師的書 - 應該可以讓你的熱情 - 喝威士忌熱情 - 還有感染 - 很浪漫的感覺 - 那再來我們進入了每個酒廠 - 你就看Charles McLean的書 - 每個酒廠的 -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邱德夫老師的書 - 那網路上也有一些 - 譬如說如果你喝一些很貴的 - 想要看一下專家的評分 - 你可以看The Whiskey Farm - 那個攝取的評分 - 你可以看 - 他有些酒有評分 - 但大部分應該都有 - 你可以看一下 - 參考一下 - 大概就是這樣子 - 那這是自己練功的部分 - 就是查資料 - 品飲 - 多喝 - 那再來就是說 - 如果你很有錢 - 以下就不是在講你 - 基本上如果你喝威士忌 - 一個人的話會比較辛苦 - 因為酒很多 - 那沒關係 - 那盡量 - 單一賣威士忌 - 因為單一賣威士忌 - 蘇格蘭人相信 - 蘇格蘭人的邏輯是這樣子 - 不管你的賣牙 - 是哪個賣賣場買來 - 只要從臉賣開始 - 從我這個酒廠做 - 因為我的酒廠獨特的 - 生產流程 - 深溜器 - 長相 - 用筒策略 - 調酒師手法 - 行銷訴求 - 所以我每個酒廠 - 有每個酒廠的風格 - 所以我在喝每一支 - 單一賣威士忌的時候 - 都在學一個事情 - 所以如果你一個人 - 如果在一起有預算限 - 你就每個月買一支 - 十二個月你就喝了 - 十二支單一賣威士忌 - 也OK - 也OK - 這是獨樂樂部分 - 獨樂樂比較有點局限 - 再來我們要 - 再來跟大家 - 如果你要喝威士忌 - 你要 - 如果你進入學習的歷程 -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 - 你要重樂樂 - 因為人的時間 - 跟預算是有限 -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- 去學這麼多東西 - 查那麼多資料 - 買那麼多書 - 或者是 -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- 去買那麼多威士忌 - 台灣現在很 - 在這個部分的話 - 它的出酒率 - 出新酒的率 - 會很高 - 所以你很難 - 譬如說這個月出50支新酒 - 我全部買起來 - 不可能 - 那這個時候 - 威士忌社團 - 廠商品酒會 - 是很好的 - 那威士忌社團怎麼 - 那就可能你在地 - 你當然還是要 - 跟一些喝酒的朋友分享 - 像台南友好總監 - 我們現在好同好威士忌學會 - 高雄也有你的姐妹社團 - 多參加品酒會 - 參加品酒會 - 你可以看到第一線的品牌大使跟你講的 - 有的沒的 - 除了專業知識 - 品牌形象 - 還有有的沒的 - 還有在喝完以後 - 自由搏擊 - 他跟你講的心理化 - 我跟你講 - 那都是練功最棒的時候 - 這是重熱熱的部分 - 第一個 - 那再來廠商的 - 也有一些廠商品酒會 - 譬如說我們剛才就有閒聊 - 就是說 - 現在很多廠商喜歡直接對消費者 - 所以這個你可以關注 - 因為Facebook很流行 - 你可以關注 - 譬如說麥卡倫的粉磚 - 格蘭罐有沒有粉磚 - 我都不確定 - 你可以關注這些各大品牌的粉磚 - 他時不時的新品上市 - 他現在新品上市 - 除了給達人 - 給社團以外 - 他很多新品上市 - 譬如說我們的好朋友哥尼 - 他現在新品上市就有開放消費者 - 像哥尼最近就有 - 最近這個月就有哥尼的 - 大家就可以去參加這哥尼的 - 你都可以跟這些品牌大使 - 近距離的接觸 - 然後可以認識不同的人 - 藉由不同的 - 平穎的邏輯學東西 - 就像我們平常 - 我們都白天有工作嘛 - 我們白天產業 - 有時候我們也沒有那麼用功啊 - 但是是不是我就跟你上下游 - 供應商聊聊天 - 就了解你現在的狀況 - 有時候眾樂樂是很好的 - 第一個 - 社群 - 第二個參加官方活動 - 再來 - 酒盞 - 酒盞一定要去看一下PG - 不是 - 酒盞一定要去看一下 - 感受一下 - 原來酒盞是看那個Showgirl - 熱鬧的氣氛 - 熱鬧的氣氛 - 而且學習一個威士忌蠻好玩的 - 我這不知道大家會這樣 - 因為我常常講酒 - 要講不同的酒場 - 我最後要去講酒場 - 最後其實有一件事我都會蠻好玩的 - 我會看一下 - 看一下這個品牌的官網 - 是什麼氛圍 - 譬如說這個官網的氛圍 - 最近是比較紫色系 - 我今天可能要穿得比較華麗 - 講話可能比較假掰 - 如果這個官網看起來就很熱鬧 - 我直接開始就自由搏擊 - 就這樣子 - 就是看這個品牌的 - 但是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去看這些 - 而且這個官網這個官網你都不會關注啊 - 我們只會看我們社群比較小的圈圈嘛 - 不過沒關係 - 台灣的酒展就嘴了 - 各個城市好像都有 - 你可以藉由酒展的負責人 - 把這些品牌都來的時候 - 而且這些酒展的負責人找他們來的時候 - 這些品牌都會跟這些酒展的負責人討論 - 針對你在地化 - 做一些比較在地化接地氣的一些活動 - 所以酒展 - 如果你喜歡威士忌 - 酒展不能放過 - 像我自己 - 我住北部我都有來台南酒展 - 是是是 - 我都看到很多辣妹 - 不是 我都看到很不錯的一個氛圍 - 都有透露出為什麼 - 要講一下今年的酒展的結構嗎 - 今年酒展 - 七月有威士忌 - 對 - 圓山 - 對 - 呃... - 台中酒展我忘了時間了 - 被打了 - 台中有酒展 - 專注一下 - 注意一下 - 在第三季 - 然後 - 古華酒展 - 古華酒展 - 中立古華酒展 - 應該每年都在八月 - 然後威士忌Live - 台北的 - 那個國際級的 - 威士忌Live國際級的 - 它很忘了時間好像十月 - 再來高雄酒展十二月 - 這我記得很清楚 - 高雄酒展 - 而且這些酒展都會有不同性質 - 有些比較偏OB - 有些品牌排員IBE - 有些還有一些縮場校在出沒 - 有些人很奇怪 - 譬如說我們台南有一個酒吧的負責人 - 最喜歡拿一些珍稀的限量款 - 然後混在酒吧 - 然後看到熟人 - 就把他從背後拿出來 - 這是限量款 - 來 給你喝 - 這就叫重樂樂 - 去看品牌的氛圍 - 去看群聚 - 去看群聚的邏輯 - 交朋友 - 去看威士忌的氛圍 - 然後交朋友 - 一起分享 - 一起分享 - 就是獨樂樂 - 重樂樂 - OK 那所以第三支酒老師 - 這個 - 好 - 那個我們波本筒 - 喝過了 - 是 波本筒 - 然後台灣人喝起來的麥卡 - 這是義大利人很愛喝的蘇格蘭威士忌 - 對對對對 - 等一下 - 我要提一個事情 - 反正你自己篇幅我就不管了 - OK - 這個酒我記得好像便宜 - 單一賣好像三四百塊 - 現在已經沒有了 - 一開始這一瓶那時候是這樣子 - 現在已經不是 - 現在是沒進還是漲價 - 現在應該是已經是 - 我覺得五六七百以後 - 現在已經不是那時候 - 好 - 那時候這一支性價比真的也是非常好 - 好 這邊要提一件事情 - 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- 就是大家喝單一賣威士忌 - 絕對喝的時候 - 可以多一點自信 - 你覺得這風味 - 你覺得這喜好 - 可以大聲 - 單一賣威士忌的 - 圈子很好玩 - 譬如說我們三個人今天出來 - 我說我們現在喝三十九 - 我就喜歡這支 - 他們兩個可能不喜歡這支 - 喜歡那支 - 對 - 但是我們是不會說你不對 - 我對 - 沒有對錯的 - 對 - 但一賣威士忌的世界是 - 你的個性是這樣 - 是 是 是 - 你的長相這樣 - 你的風格這樣 - 開心就好 - 以為Style - 所以沒有問題 - 這點很重要 - 謝謝你提到這一點 - 這個要提一下 - 只要你喜歡就好了 -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樣 - 記得記得 - 這個事情蠻好玩的 - 又可以扯了 - 不過大家都愛麥卡倫 - 如果可以便宜一點更好 - 我也喜歡麥卡倫 - 我的夢想就是 -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- 我的夢想就是有生之年 - 可以包一桶我自己的麥卡倫 - 是是是是 - 好的好的 - 那要賺很多錢 - 有過多錢 - 就是我們也是 - 那個協會也是有幾個人 - 分享一個經驗 - 其實蠻好玩的 - 對 - 男生的品酒會 - 比較相遠 - 怎麼說 - 男生的品酒會 - 可能譬如說我們一群人喝酒 - 我可能比較有名 - 可能在那邊混 - 大家可能認識我 - 我可能坐在前面 - 對 - 然後譬如說講到第三支酒 - 明明大家覺得怪怪的 - 賣售味的 - 例如 - 然後我就說這支酒我很喜歡 - 男生的品酒會喜歡 - 男生後面都說 - 我們也很喜歡 - 可是你們本來心裡 - 可能要打叉 - 圈圈叉叉叉叉 - 我們也覺得OKOK - 這是男生 - 我主持很多女威的品酒會 - 每這回事 - 第一個如果喜歡這個 - 誰說的 - 我跟你講 - 我就喜歡這支 - 然後那邊那個 - 又說 - 我就喜歡那支 - 沒有 - 然後男生的喜好 - 如果有人先發言的 - 會追隨 - 女生每這回事 - 所以在喝威士忌的路上 - 我們要像女孩子一樣 - 多重自己品味 - 對 - 我就是喜歡Cucci - 我就是喜歡愛瑪士 - 我就是喜歡香奈瑋 - 不管 - 第三支酒 - 瞎成 - 今天是喝12年 - 這支是有波有雪 - 我們剛才一個波本筒 - 第一位學歷 - 其實真的喝威士忌的 - 沒有那麼挑剔啦 - 最好是拿在一起 - 做出最好的層次 - 是我們最愛的 - 我們來試試看兩個加起來 - 感覺怎麼樣 - 欸對不對 - 這是第一支的蜂蜜 - 跟第二支的鹹香料加起來 - 辣辣也不錯 - 也沒有不喜歡 - 這種層次的堆疊 - 我覺得會更好是甚麼 - 平白大使和志安都喜歡說它這叫蘋果 - 但是我每次都覺得是蜂蜜 - 欸你們覺得呢 - 蘋果蜂蜜 - 底層有辛香料 - 辛香料底層 - 我覺得它洋蔥的那個槍味還滿重 - 洋蔥啊 - 在哪裡 - 在中段 - 中段 - 你知道說到這個啊 - 就是荷志安人 - 品牌大使員很好 - 他常常來 - 欸博章你們上次拍影片講 - 我們都會喝起來像汽油很好 - 講得很好 - 喔是這樣子喔 - 他都這樣 - 所以他說揚中藏東 - 你從這個就可以看得出 - 他的做人的度量 - 不行不行 - 你這次調太好了 - 我沒有辦法講很奇怪的 - 沒有啦 - 我是說博章而已 - 你喝不出奇怪的 - 博章就是很多的特別的這一種風味的 - 喜歡的 - 嗯 - 喔 舒服 - 這次很舒服 - 喔 那個委員都是辛香料 - 木質料的感覺 - 很棒 - 嗯 - 木質料很羔羊 - 覺得它的銅香很幽涼 - 嗯 - 但是喝這支 -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初學者 - 可能會也不要講初學者 - 不知道就是 - 新朋友 - 嗯 - 剛學這支酒 - 可能會覺得後面那一段 - 有點辣 - 嗯 - 要提一下喔 - 你在喝威士忌的時候 - 感覺辣 - 第一個是酒精的辣 - 但是你既然都已經選擇 - 要喝四十多的威士忌 - 我相信那個辣 - 你可以克服辣 - 但是有些 - 我在主持品酒會的時候 - 尤其學一種品酒會 - 它會覺得 - 欸 你這個酒 - 已經是喝酒老套 - 不會覺得辣 - 很辣 - 像這支酒 - 就有後面那種木質辛香料 - 請注意喔 - 後面的木質辛香料跟辣會帶在一起 - 所以你在喝一支威士忌的時候 - 有時候可能這個酒體不辣 - 但是木質辛香料做得很重 - 有些人喜歡 - 尤其學歷有化 - 有些人不喜歡 -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- 那個辣不是那個辣 - 是木質辛香料引起的 - 那這個東西 - 你試試看品味一下 - 如果不行沒關係換一支 - 像這支就有很 - 這是看起來顏色不深的 - 但是後面的木質料 - 欸 給你滿飽滿的木頭 - 像老師說的 -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會滿好奇說 - 到底是什麼銅 - 它會造就 - 讓它的這個 - 這個沖筋跟這個辣筋 - 會比較壯 - 是 - 對對對對 - 我覺得有時候 - 有些銅真的是會有上次的感覺 - 但是 - 人喜歡喝的威士忌 - 現在所有的蘇格蘭威士忌 - 尤其學弟桶 - 都喜歡在你的中賀段做木質料 - 辛香料味的 - 豆蔻味那種東西 - 因為喜歡甜嘛 - 然後澀一點 - 再回甘 - 這是大部分的威士忌 - 做的邏輯 - 做的邏輯 - 對 - 它回甘了啊 所以OK啊 - 但是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- 你的味覺還停留在中間後面那個 - 很重的木質辛香料的味道 - 請注意那個辣是木質味 - 不是這個辣 -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 - 好的 - 還有第四支 - 第四支 - 很特別 - 第四支 - 其實我這個是比較貴啦 - 這叫阿伯烏嘎 - 那是漩娃嗎 - 不是我拿烏嘎嘎 - 烏嘎嘎 - 它是54.2度裝品 - 而且 - 比較風靡的人喔 - 還會去看它的那個是L級 - 就是每幾個版本 - 對 - 你這個版本磨掉了耶 - 那代表它是很棒的版本 - OK好 - 唉唷 我這不是迷信版本 -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愛喝的酒 -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愛喝的酒 - 以前的版本就是老酒家比較多嘛 - 現在的版本就是 - 沒關係你喝泥梅味 - 還有一件事喔 - 蠻好玩的一件事跟大家分享 - 如果你是重度泥梅口感爆炸喜好者 - 你就喜歡喝口感爆炸的 - 恭喜你 - 可以比較省錢 - 請注意喔 - 如果你喜歡喝的就是那種口感爆炸的 - 喜歡喝泥梅 - 那你就不用去買阿伯 - 拉佛格 - 這些名廠的 - 爆炸感的泥梅威士忌的高年份 - OK - 請注意喔 - 這個可以請陳森浩老師來幫你辦一個 - 你長大的梅 - 他會幫你分析喔 - 再可以分析 - 泥梅威士忌這樣子 - 它會隨著熟成的時間 - 跟空氣還有像不同的交合 - 它的爆炸感泥梅度會降低 -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歡泥梅爆炸感的 - 你千萬不要去買高年份的威士忌 -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品酒會 - 喝到拉佛格40年 - 現場就有人抱怨 - 你這個拉佛格40年 - 沒有爆炸的感覺 - 不叫拉佛格 - 不叫泥梅威士忌 - 當然啦 - 他都已經40歲了 - 該修的邊角都修了 - 他都懂人生了 - 沒有那麼火爆 - 所以你如果很喜歡榨桿請注意 - 你就不要去買18年以上 - 你可以喝年輕的就可以滿足你 - 這是好事 - 我以為是鎮鹿威拉拉的 - 鎮鹿威拉拉也 - 要看人要看人要看人 - 等一下再跟你分享另外一個事情 - 來來來來來 - 我們現在喝的是阿伯喔 - 阿伯中文叫亞伯 - 阿伯 - 中文叫亞伯 - 亞伯 - 中文叫亞伯 - 中文叫亞伯 - 中文叫亞伯 - 亞伯 - 好 - 對不起會長 - 中文叫亞伯 - 然後呢 - 比較重要的點是 - 他現在 - 就我的了解 - 他百分之百 - 還是跟坡衛人買艾雷島的泥霉 - 那艾雷島的泥霉 - 泥霉在消毒水跟藥水味中 - 榨桿 - 是百分之百可以給予他的 - 現在大概百分之百 - 用艾雷島泥霉的就是他 - 拉伯格有部分可能有轉高低 - 薄末就不用看了 - 薄末大部分是高低泥霉 - 所以你要喝這種純屬的藥水味爆炸型 - 泥霉小怪物就是要喝阿伯 - 跟那另外兩家常 - 是這樣子 - 那阿伯呢 - 比較好玩的事情是 - 你們不要 - 你就喝啊 - 你就喝啊 - 我們在等你啊 - 阿伯比較好玩的事情是什麼 - 喝著喝著就甜啊 - 對 - 喝阿伯最危險啊 - 喝阿伯 - 喝著喝著就甜了 - 那個甘蔗糖的那個感覺 - 好出來 - 記得喔 - 如果你去參加泥霉威士忌的品酒會 - 你那天就不要減肥 - 先訂好晚上要吃的飯店 - 晚上要吃的餐廳 - 因為喝完泥霉威士忌會比較餓 - 我也不知道哪裡 -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- 你下次可以辦一場阿伯 - 拉佛格 - 喝完 - 餓到烤窯 - 這是真的 - 真的喔 OK - 因為泥霉是乾燥的 - 把威士忌的甜感逼出來 - 再來 - 它跟很多重口味的食物連結 - 北京烤牙 - 果木的 - 料加甘蔗雞 - 就是那種烤的熏烤的東西 - 尤其熏烤的食物那種東西會有些味覺的 - 什麼鴨嗓啊 - 這種東西會激發出來 - 所以記得 - 喝泥梅威士忌 - 如果你今天參加泥梅威士忌品酒會 - 要準備 - 撤退計畫 - 要去吃東西 - 要備案 - 要備案 - 燒烤類的很不錯 - 所以老師介紹這四隻是波本 - 雪莉 - 波本加雪莉 - 跟泥梅 - 其實我今天是介紹大家喝酒的邏輯 - 沒有在介紹這些品牌 - 因為這樣好像有些比較貴 - 它今天說是 - 阿好說 - 因為老師平常喝酒都不用買 - 阿好說是 - 要買 - 阿好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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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要介紹 - 但是我們今天有大概講獨樂樂嘛 - 記得獨樂樂怎麼做 - 盡量重樂樂 - 這樣的概念 - 重樂樂 - 我覺得很喜歡老師講說重樂樂 - 就跟別人分享 - 阿 - 在家裡喝 - 你還有篇幅嗎 - 兩分鐘 - 好 兩分鐘 - 時間快到了 - 我們身邊的朋友都有一些朋友 - 你不要騙我的 - 你總是有一些朋友 - 你很喜歡喝泥梅的朋友 - 是 - 你身邊一定有一些 - 你不要拿這個酒來跟我喝 - 超好死的 - 好 請注意 -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把這些朋友 - 帶入你的泥梅的世界 - OK - 假設你想要逼他們 - 不逼就算了 - 假設你想要逼他們 - 他們一開始是沒有辦法接受這件事 - 但是你問他 - 你問他 - 你問他 - 泥梅是蘇格蘭威士忌的精神 - 因為他是做煙燻味跟尾韻跟喉韻 - 是 - 你喜不喜 - 你就問這些不喜歡泥梅 - 你喜不喜歡喝藍牌 - 它馬上跟人家喜歡 - 藍牌有餐泥梅的威士忌 - 對 - 高檔的像皇家禮泡也有一些淡淡的泥梅 - 這些高檔的酒 - 高檔跳舞就是三泥梅 - 你就跟他講 - 你其實不是不喜歡泥梅 - 你是不喜歡藥水味 - 這個時候你就換一下酒 - 你換一些高地泥梅的品牌 - 譬如說艾倫的狗狗的那一隻 - Make it more - 或者是 - 蠻多的啦 - 你就不要出艾雷島泥梅 - 讓他比較沒有消毒水味的 - 煙燻的威士忌 - 讓他喝 - 然後你再告訴他說 - 我告訴你 - 你不喜歡的不是泥梅 - 你不喜歡的是藥水味 - 來 我給你喝高地泥梅 - 這種淡淡的演繹館 - 你是不是覺得很迷人 - 然後這個女孩子 - 通常就可以嫁給你 - 大概是這樣子的 - 通常就是女生不喜歡 - 感覺是不這樣子 - 好啦 我跟你講 - 很好笑是我們那個馬可波羅 - 像我們財務長就是女生 - 然後我們那個社長夫人的女生 - 他們兩個 - 不喜歡泥梅 -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他們兩個 - 把朗格羅經典50ppm的泥梅 - 兩個人把它喝掉 - 兩個女生幹掉 - 因為那一次是用 - 他應該是用高地泥梅 - 或朗格羅當地的 - 或者是用雲嶺當地的 - 坎貝爾當地的 - 反正那個藥水味是比較低 - 然後賣味又站在煙燻上面 - 那就變成是乾燥濃縮味 - 就有嫡化結的味道 - 乾燥濃縮的味道 - 兩個女生就把它幹掉 - 五十度 - 五十度 - 五十ppm - 所以記得跟你的朋友講 - 你不喜歡的 - 不是泥梅 - 是消毒水 - 來 這給你喝 - 他就會嫁給你 - 因為女孩子 - 我看到很多女孩子這樣 - 好啦 謝謝大家 - 謝謝老師今天來節目 - 對老師的這個風趣 - 是 真的 - 然後就是很開心的 - 太有趣了 - 啊 謝謝老師 - 謝謝老師 - 謝謝你 - 那感謝各位收看 - 好總先下談 - 那記得幫我們 - 訂閱按讚加分享 - 那也可以追蹤老師的 - IG 本專 - 那我們下次再邀請老師 - 好像沒有 - 好啦沒事了 - 好啦沒事了 - 好啦沒事了 - OK 謝謝 拜拜 - 下次見 - 拜拜 - 阿打 - forests - imagination - 充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